佛法的仪轨与世俗的文化结合之后 在佛法的层面体现了佛法的精神 在世俗的层面提升进化了世俗文化 佛法仪式是根据经典的义礼而来 目的就是要积极福慧灭罪消账 而灭罪生福慧的根据就散见于各经典上 所以可以说佛门仪轨离不开佛法地理思想 今天承蒙台南式佛教会 经典乐的一个安排 在这边开了一个佛教的仪轨应用学 我想有寺院 它就有非常的佛动庆典 或者是佛部杂的一个圣诞 那至于从这个佛像的安座开光 寺院的一个起见的时候的动土上凉 还有出家众来一个寺庙 身座说法或者是身座进山等等 还是说我们临终的时候 我们的这一种赞颂华会等等 那台南式佛教会为他的寺院团体 那做了非常好的一个规划 佛门仪轨在不共传统的成分外 展现一般的道德 哲学层次的精神上识 提倡要有孝心 忏悔心 无我心等等 带给人类心灵的调和 进化和鼓舞 史方新闻过温许建议 台南采访报导 然后 谢谢大家